哈囉 各位騎友大家好 我是夠夠先生 今天呢 要來跟你講的是 成年人與小孩子在學期上面的區別還有不同 那今天為什麼會想要探討這個主題是因為 最近呢 就是也是幫很多十級到三段之間的騎友在做諮詢 然後呢 有幾個是爸爸媽媽來報名這個課程 那我想說喔 那你來諮詢的時候應該是想要幫小孩子報名吧 結果呢 他說不是 我是自己要報名 怎麼會這樣子呢 所以呢 我就去深入的了解 那我了解下來呢 就是大致上有四種情況 就是為什麼成年人會想要報名這個課程 第一個 因為現在小孩進步太快 跟不上進度被孩子笑 二 原本孩子很崇拜我 自從圍騎被超越後 嗯... 呵呵 就不好說了 三 就算現在下不贏孩子 好吧 那我也認了 但是 至少讓我升到段位吧 將來呢 也能有個話題跟孩子聊啊 四 由於因為自己的騎力不夠強 沒有到段位 對 越來越搞不清楚孩子現在在學騎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在早期呢 我在騎院教課的時候 也有遇過那種非常用心的家長 就是帶孩子來的時候自己就在旁邊聽課 那基本上啊 一開始呢 家長呢 在學習能力呢 都會比孩子還要強 特別是回家的時候呢 還可以知道孩子 讓孩子好幾顆 對 但是啊 大概過了半年到一年 隨著時間這個慢慢的積累啊 小孩子啊 就開始慢慢的進步 甚至呢 超越了父母 結果父母呢 被超越的那一刻啊 那個當下呢 他很納悶的問了我一句 為什麼明明都一起上課 但 我卻被我的孩子給超越了 其實就連在當時的我呢 我也是非常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只是覺得說 啊 反正 因為你今天來上 來騎院上課 你是希望孩子進步的嘛 那我把你教到你孩子比你強了 那不是 皆大歡喜嗎 對不對 可是呢 剛剛我提到的這四點狀況啊 也是 這個家長會擔心的嘛 那 那說到底就是 為什麼呢 這個 成年人在學期上面呢 一開始比小孩子快 但是呢 到後來的時候 卻被小孩子給超越了 那這也是我在開設了這個線上課程 開了兩年的情況 總結出來的 因為我的線上課程呢 跟一般的YouTube的 你看到的說 老師 蠻大的區別 就是 我的線上課程有八成以上 都是成年人 那反而小孩子呢 是比較少的 那所以呢 其實我在線下的時候 原本是教小孩比較多 轉到線上的時候 突然教成人啊 它是一個 另外一個挑戰 因為成年人的思維 跟小孩子的思維 是截然相反的 首先 我們要理解一個概念 小孩子在學期的時候 都是先有計算 才有觀念 那成年人呢 在學期的時候呢 是先有觀念 才有計算 所以這兩個是截然相反的 那我們在學位期 一開始在理解規則的時候 它是非常需要觀念的 你觀念到了一定的瓶頸之後呢 你就開始需要靠計算力去彌補 而這個時候 往往因為 成年人呢 回家的時候 都沒有功課可以做 那小孩子呢 回去的時候 老師會出作業 出題目呢 給小孩子回去練基本功 所以小孩子呢 在回去練的時候 無形當中 慢慢的把計算力 彌補上來了 而他的計算力提高了之後呢 也隨之的把他的觀念 給慢慢的拉上來 最後呢 孩子反抄家長 而且一抄過之後啊 甚至當下呢 直接讓家長兩顆子 還把 還把他的父親 女兒把父親呢 砍得稀里花啦 砍得完全沒有尊嚴 然後甚至呢 孩子直接跟爸爸說 爸爸 你真的好弱喔 那反觀 其實在成年人的世界啊 他要學期啊 並不是說不行 只是說呢 如果你按照小孩子的這種思路 就是 他要跟著做題目了 你就跟著去做題目 做計算力的話呢 其實成年的時間真的是蠻不夠的 因為呢 他要上班 他下班的時候呢 他不是只要乖乖的回家寫功課 對不對 你還要照顧家庭 你可能還要處理一些 可能你父母的事情 你可能還要應酬 你等等等等的 那圍棋呢 他真的就變成只是在 比較後面的興趣 所以呢 在這個時間點 就你有很多東西要學 那小孩子呢 他可以心無旁盧的練計算力 而成年人就會被 很快的這個地方呢 就會被小孩子給取而代之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在開線上課程 開的前半年 我其實蠻痛苦的 就是在2020年中到2020年底 那個時段 我開的很痛苦 因為呢 我一直 我一開始自認為我教的還不錯 但是 我好像一直get不到 成年人他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在前面半年的時候 我一直感受不到 好像有學員的反饋 直到後來有一次上課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我甚至都想放棄了 我還是想說 還是我不要交 交為期好了 這個 這個我還是去 去搞別的吧 還好 後來有一次呢 我呢 在課程裡面教了一個 計算的公式 那教完之後啊 就有一個學員跟我說 誒老師 我覺得你這個教的 讓我收穫很大 原本我想說這個可能又是 像客套化吧 因為其實 就是 當然 像我其實拍了很多YouTube的影片 那也收到蠻多人的 蠻多其有的喜歡跟愛戴 就覺得說進步很多 但是我個人會更看重說 有沒有一個明顯的數字上面的成長 對 結果真的 一開始我想說可能他也只是 一時的那種感悟而已 但是呢 後來過不久之後 他跟我說 他整個計算力呢 大幅的提升 他原本在跟我學的時候 是大概九級 但是 隔了大概 呃 九個月之後呢 他已經到了初段了 好 野狐的哦 我們都是以野狐的 四季到三段 到初段了 然後我說 那你怎麼學的 然後 其實我看他的計算力呢 也沒有說到 像是小孩子那種做那種階梯三拉 階梯四 這麼厲害 但是 因為我教了一些 比較有公式化的觀念 跟公式化的這種計算技巧 而這種公式化的東西 他是非常容易在實戰當中出現的 不像一般你在做階梯講義的這種題目 就是你他可以做得很難 但是實戰不一定用得到 所以呢 他就是因為練了這個公式化的東西之後呢 很容易的用在實戰上面 他就很快的身段 緊接著我就開始在專研 在這種 公式系統化的這種教學 然後呢 過了兩個月過後 有一個另外一個成年人來報名 他就是這個 我們之前影片有提到的一個工程師 他是早上九點上班到晚上九點 然後呢 其實他講名義上是早上九點 但是實際上可能是 早上七八點就要去上班 然後可能到晚上九點才回家 所以早九到晚九十二小時 對他來講是非常輕鬆的 那一般是早上七點到 晚上九點 那我就會說 哇 你這樣要怎麼練棋 他說 嗯 我就是每天花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練 但是呢 因為看了老師的課程有教了很多系統的話 包含這個腳上三大死活概念 現在呢 他只要下棋 只要把他一逼到 把對手逼到腳上 他就是 非常有信心 因為接下來就只要按照公司化的方式去做就可以了 後來我才發現 喔 原來 計算是有訣竅的 當然這種計算不是說百分之百可以應用在所有領域 但是實戰當中 如果你在初段以下的話 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 他其實是夠用的 所以說 如果 今天 你的小孩子呢 開始有出現剛剛我講的這四個點的話呢 欸 那 就說明 你可以來學圍棋了 我把這四種公司化的東西放在這個 十級到三段的這個連結裡面 那希望呢 也會對你有所幫助 那在這裡 可能你會好奇說 那所以說 難道我的小孩就不應該看 GOGO先生的影片嗎 我可以跟你說 如果小孩能接受的話 他與他的強項計算力將會相輔相成 最近我們這邊呢 也有一個小孩子 他是學了兩個月 然後呢 他就從野狐的 從七級落到這個現在是三級 當然那也是因為那個小孩子 他本身就很喜歡看我的影片啦 所以呢這個就是 最主要還是說 要看你的小孩子能不能夠接受 我平常的影片教學 如果他平常看了就不太喜歡 那可能他要去找他喜歡的老師來學 OK 好那 以上呢 就是 呃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成年人與小孩子在學期上的思維跟觀念 如果你想要看我平時的圍棋動態呢 你可以去追蹤我的IG 或者是我的臉書粉專 那如果說呢 你想要了解智能棋盤的 你也可以到這個連結 免費帶你體驗智能棋盤 那我是GOGO先生 我們下集影片見 掰掰